每天睁开眼睛掀开被子 就能看到一只超可爱的水塔 爬向你卖萌撒娇 虫主说它像个热水袋特别好用 冬天还能帮忙暖床 它叫艾莉是个阴阴怪 已陪伴了虫主四年 就跟自己孩子一般 它特别爱撒娇 跟狗皮膏要试得很黏人 艾莉还是个瞌睡虫 比猪还能睡 主人也有妙招 放上几粒肉干 它瞬间惊醒 转眼零食就被一扫而光 然后抬头巴唧巴唧吃着 艾莉有时就像个强盗 看到高端的食材 冲上来就抢 自己得吃一盘生鱼片 铲使官觉得艾莉太寂寞了 于是领养了只橘猫给它当伴侣 它却是个多情种 很快就爱上了温柔的橘猫 连睡觉都要抱在一起 没有橘猫连饭都吃不下 可橘猫思来想去 为了后代还是想找个小母猫谈恋爱 于是橘猫开始故意逃避艾莉 有时还会藏在高处 这可把艾莉急哭了 她在家里四处寻找 边找边哭泣 没有你我怎么活呀 爱情让她变得很卑微 可橘猫却在冰箱上淡定趴着 想不到谁塔对自己如此深情 内心也很纠结 艾莉像热锅上的蚂蚁 苦寻着每个角落 橘猫感觉压力很大 她害怕这种爱 虫主劝她下来 别伤害女孩的心 可橘猫拒绝了 这不是她想要的爱 谁塔很悲伤 但一抬头就看见了心上人 立马音音音叫起来 她哭得撕心裂肺 橘猫却呆呆看着 艾莉急得踮起脚尖 哭着祈求她跳下 甚至直立站起来 向心上人表达心中的爱 爱情改变了她 让她变得自卑又疯狂 人心都是肉掌的 橘猫很快就被感动了 看着水塔要死要活的 橘猫跳到桌子上 艾莉兴奋地跟兔子似的跳啊跳 嘴里牢牢叨叨不停说着话 就差距起手发誓了 没想到橘猫还是答应了水塔 他们俩很快就秀起恩爱来 一点都不害骚 主人抱怨橘猫跟水塔变成了家贼组合 橘猫弹跳好 就跳到冰箱顶部负责放风 两人配合很默契 艾莉手脚灵活 天生当小偷的料 她负责开冰箱找好吃的食物 一会儿功夫就把冰箱打开了 看她那样明显就是个惯犯了 此时蝉使官却笑了 因为这一层不是饮料就是酱油 好货都被藏起来了 艾莉不死心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结果里面连个鱼尾巴都没有 她失望极了 这家庭情况还养什么宠物啊 主人得知情况后 骂骂咧咧跑来 然后关上了冰箱 并威胁说要把她丢进冰冻室 看着关紧的冰箱 艾莉心中万马奔腾 好不容易打开的冰箱 说关就关 她骂骂咧咧抱着蝉使官的手啃 结果还气得消化不良吃不下饭 主人只好给她按摩肚子 真懂享受啊 艾莉跟橘猫的感情很稳定 整天亲亲我我 不过主人也没打算养小母猫 蝉使官艾乐狗 居然买了个道具想细耍夏艾莉 没想到艾莉出手很快 一口就被她吃掉了 主人当场就懵了